那咱们怎么把这个数据和咱们这个上面的这个组件联系起来呢 很简单 咱们在这个地方不是data返回了一个client 那咱们再来一个 比方说温度temp 等于给它处始值是0 那一样的 湿度hun 也给它一个0 光照度light ght 全部给它复制一个默认值 温度湿度光照度 然后呢led 给它force 这里用布耳值 led是force 报警器b 也给它一个force a 然后呢 咱们在上面 比方说温度这个地方 这里是不是有二十六四四度啊 后面一个单位 那咱们这里用一个一层花扣号 两层花扣号 再取temp 这时候呢 两层花扣号下 这个temp就可以绑定到data里面的temp了 不信的话咱们这个地方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看它是不是显示的是一个0啊 那这个地方 改一下一个69 再保存一下 再保存一下 它重新编译以后 是不是保存到69了 也就是说当 咱们这个小程序完成这个构建的时候呢 它就会在 里边 读取这个data的一个数据 然后 显示到这个地方来 那咱们处时值呢 给它一个0 好 先不动它 那咱们在这个ownmessage这个函数里面呢 其实已经能够得到这个 我们订阅的这个topic 然后发来的数据了 对不对 那咱们下面直接就把这个数据绑定过来 dat.temp -data from device.temp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呢 就是把dat.temp 多 ter 多 多 都 爻 我们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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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是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就是说 这个TrackDid的属性 怎么绑定到这个LED上 同时呢 再来看 它有一个by change方法 invent handle check it改变时触发change事件 invent detail.inv6 那是什么东西呢 意思就是说 咱们的开关 当发生这样一个开关的一个改变的时候 触发了一个回调函数 那咱们写在这吧 也必须写在这 methods 来个on led change onledchange onledchange 然后呢 有一个invent 参数 invent的参数完了 在上面 咱们要这么写 一个 这个叫什么 change 然后呢 change 等于 on ledchange 咱们这么写啊